今天我的角色比较讨好观众 很多观众是因为看了我演的戏 然后有兴趣来了解我这个人 我幸运的是我演的基本上都是好人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自己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我是不如我的角色 你觉得跟这些人物相比自己差在哪了 太多了 比方上郑秋冬我就比他差的远了 如果我的生命中遭受了这么多打击 我可能就自暴自弃了 郑秋冬他一次又一次的受到命运的暴击 但是他没有经历过生死一线间 你要知道他是自己走出来的 而我是有很多人帮我站起来的 这个是最大的区别 嗨 同学们 朋友们 你们好 这一期的阳光少年来摸 由我们两位大家主持 现在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胡歌 我衷心的希望能与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成为知心朋友 从小热爱文艺的胡歌 从幼儿园时就考入了小银星艺术团 14岁成为教育电视台阳光少年栏目的主持人 还在学校校广播台担任台长 也是校合唱团团长 学生话剧团的负责人 高中毕业后 胡歌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被中系导演戏录取 却因为想离家近点 选择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 并在大学期间接拍了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一炮而红 24岁以前的胡歌像是上天眷顾的小孩 被人羡慕地成长着 跟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也有关系 因为我从小接受就是挫折教育 从小到大我很少受到父母的表扬 就即便你在别人眼中已经是别人家的孩子了 但是在你的妈妈口中还是在不停地提别人家的孩子 对 永远是别人家的孩子 但是可能在大部分的传统的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里面 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东西对你来说 回头想想是更多的是有益的 还是说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都有 比方说很多人说我谦虚 谦卑 再往下说就是自卑了 2006年8月29号晚上10点50分 在横店拍摄射雕英雄传后 胡歌与公司同事乘车赶往上海 途经护航高速公路加兴路段时 与一辆货车相撞 胡歌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右脸被严重撞伤 经过六个半小时的抢救 他的脖子及右眼缝合了一百多针 在近一年的治疗期间 胡歌消失在公众视线 而网络上却疯传着他受伤前后的对比照片 大家都在猜测 这位拍古装偶像剧走红的男孩 可能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当一个人的微笑 给无数人带去温暖的时候 从那一刻起 我们就不该让哭泣出现在他的生命里 受伤期间 在情绪最低谷的时候 胡歌甚至想到 如果毁容了 他可能会去做行者或者和尚 我们也真的认真讨论过 而且他确实 他也很有才华 他也可以做很多 除了演员以外的工作 谁也没有想到 胡歌以最快的速度复出了 2007年6月 胡歌召开了记者会 宣告自己恢复工作 尽管很多媒体 虽然戴了黑框眼镜遮掩 但胡歌眼角的巴黑 仍然很明显这样的字眼 来表达对他付出的不甚乐观 但是谁也阻挡不了胡歌 重新迈开的脚步 胡歌出事后 射雕英雄传剧组并没有换演员 全剧组依旧等待着他们心目中的郭靖大侠 这有一个经纪人给我发短讯 说如果你要换绝 我随随随可以来帮忙 然后我就直接给他发 再见 我觉得对他最困难应该是他付出之后的那一两年 他一方面要在意自己的各种镜头啊 或者训练自己的眼睛的眼神 怎么样让眼睛更平衡感 他要去注意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坦白说没有人能够帮到他 只有他自己内心能够过度 后来胡歌把车祸前后的心态记录下来 写了一本书叫幸福的拾荒者 他说我感谢上天保全了我的眼睛 却无法再感受光明的同时去认领残破的容颜 我披荆斩棘得到了重返生活的自信 却又在无数个漫漫长夜的等待中消磨殆尽 回不去的容颜 求不来的蜕变 胡歌意识到他已不是当年那个玉树林峰的翩翩少年 无论如何也 他无法再超越李逍遥的角色了 既然回不到当初 那就选择做新的自己 他要从古装美男的印象中挣脱出来 胡歌主动和公司要求 去掉刘海造型 从内心接受自己 你虽然狗活 可是已经老了 电影《辛亥革命》中挑战林决明 在抗战剧《49日记》中饰演陆军少尉 还在都市剧《生活启示录》中 与严妮上演姐弟恋 甚至折服话剧圈一年 就是为了演好《如梦之梦》中的五号病人 他对剧本的要求越来越高 减少代言和商业活动 不急不躁的专心演戏 生活中是需要的 但是在表演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账来 因为一个演员信念感是非常重要的 就这种不自信 如果带入到表演中的话 就会让我比较慢热 我是一个慢热的人 我到了一个新的剧作 新的环境 跟新的对手 演戏 我是需要时间去适应 有一些演员不需要 因为他的内心特别强大 可能大部分的演员 他是很敏感 很脆弱的 你觉得自己现在这种适应的能力 掌握得怎么样 还是和以前一样 还是和以前一样 需要 我需要时间 像演话剧 演电视剧就好一些 因为时间比较长 因为演电影的话 就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为演电影的时候 你需要快速的进入状态 你就真的甘心看着这宝座 落在他们二人手上 若是能凭我意气之力 就将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人 送上宝座 岂不是显得我更有手段 直到2014年 胡歌遇到了梅长苏 带着雷若身躯和神秘色彩的梅长苏 为胡歌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重生 剧中的梅长苏和胡歌的人生经历十分相似 从一位英俊潇洒 气盛烈焰的公子哥 到被大火毁容之后 结下纱布的那一刻 灭盘重生 面对敌人时 他有着临危不惧的淡然 面对爱人时 也有隐忍克制的温柔 这一次 梅长苏把胡歌累积在心中的情感 彻底的抒发了出来 江左梅朗是林书 更是胡歌 可是在很多人眼里面 胡歌也是一个英雄 就像这一次我看到好多的记者都在问你 担不担心这个角色 无法超越以往的角色 担不担心之后的选择 会不会变得更加的谨慎 你自己会觉得 有一种盛名之下的压力和无奈吗 压力没有 无奈很多 你说我一点都没有野心 我指的野心是每一次的角色都可以超越之前的 那是不可能的 每个演员他都希望他的角色能够一个比一个好 每个角色都能够留在观众的心里面 但是太难了 因为演员本身就是被动的 可能更好一些的是双向的选择 这样的机会不多 但是对于我来说 除了演戏职业之外 我觉得对我来说生活也非常的重要 而且在我的认知和理解里面 一个没有生活的演员 他是不成立的 因为你终究演的是生活中的人物 如果你的生活是缺失的 是不完整的 那你怎么去感受和体会 角色里的 剧本里的角色 喜欢将自己藏起来的胡歌 把微博当作自己的最后一块私人空间 他常常会发一些文字和自己拍摄的照片 但是不知从哪一年开始 只要圈中好友杨幂 林依晨 刘诗诗 唐嫣 他们一公布恋情或者结婚 胡歌的微博就会被贡献 每天一打开微博 哼 跳出一个自己的脸 然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对 我已经习惯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好朋友有喜事的时候 我都会上热搜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等着你呢 好吧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能让你特别的激动 或者说能有一个反常的状态的 你觉得现在生活当中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 能搅动你这一池湖水 我要当爸爸了 然后就又上热搜 我又不要解释 但是我觉得你好像还挺期待的这件事 期待 我觉得太晚也不好 对吧 我不想和我的儿子或者女儿 这个年龄差距太大 到时候他们最能玩的时候 我玩不动了 这就不好 我觉得可能这辈子对我来说 最最重要的一个职业就是父亲 是我最看重的 不能说职业吧 身份吧 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 要做爸爸首先要结婚 对 是 但是也不一定是 但是也不一定是 就是 我先要找一个妈 对吧 先要找一个妈 对 对 对 我的妈 我想要看 我先要野生 我先要 就是 我先这 答应 你 你